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啊,我陪您一块聊天讲故事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两江总督马新仪的公子马玉珍 在这个钦差行员呢,回这个钦差大人郑敦锦的问话 这公子言说在马新仪上任两江总督的时候 曾经呢,被这个两公皇太后以及同治皇帝召见过 至于赵剑石,这两公皇太后同治皇帝和马新仪交代了什么呀 这马新仪始终就没和自己的儿子提起过 这马玉珍只是知道啊,自己的父亲从养心殿接受赵剑出来之后啊 浑身战斗,手脚冰凉,大冷的天啊,出了一身透汗 往怀里一摸呀,里边的中医啊,已经塌了 那您说作为儿子的马玉珍,他能不好奇吗 即便不好奇啊,他也担心自己的父亲 他每次啊,试图问及父亲,这是为什么的时候 哎,这马总督总是说,哎,你不知道最好 越是不知情啊,哎,应该就越安全 并且呢,这马新仪在座闽浙总督的时候 这马玉珍啊,还是营中的副将 在营里啊,还负责些差事 到了江南镇上,这马新仪告诉自己的儿子 不要出府,在家呀,好好读书 以后有了机会放一任外任十圈 到别的地去当官,离开江南 如今看来,这马总督可能对一系列发生的事件 早有预料,故意的把自己的儿子保护了起来 这马玉珍说呀,即便自己的父亲没有向自己吐露实情 但是啊,通过自己的观察,这马玉珍呢,也发现了 慈禧太后交给自己父亲的这些差事啊 都是一些凶险的,极难完成的任务 第一条就是裁撤乡军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后啊,那谁都知道 这太平天国是谁给打败的呀 乡军,乡军将领曾国藩 打败了太平天国以后啊,就是两江总督 整个乡军上下都翘首起盼着 这仗啊,我们可打赢了 就等着朝廷啊,对乡军系统大字的封赏了 就等着呀,这将官们升官士兵们发财了 可是谁又能想到,就在同治七年 这朝廷一道玉址 两江总督的人呢,换了 换了一个毫无根基死不靠 无任何党派 只知道效忠朝廷的马心仪 自己的统帅啊,曾国藩曾大人 朝廷给了一堆虚弦 被调到了直立,任直立总督 听起来啊,是高声了 实际上这属于是名声暗将 因为这曾国藩呢,根深蒂固 根据地就在江南 到了北京之后啊,根本就伸不开腰啊 那这乡军一末呀,自然是怨气冲天 不过怨气归怨气 还没痛恨到要把马心仪杀了的程度 为什么呢? 因为呀,稍微有点脑子的人呢 都清楚,这是朝廷的旨意 跟这个马心仪总督啊,并没有什么关系 虽然呢,是生人生面孔 那也没有办法 是自己的上司吗? 来了之后啊,这关系慢慢处吧 可是谁成想啊 这慈禧太后给马心仪的旨意里啊 还有后一步呢 让这个马心仪啊 招募训练新军,裁撤乡军 这一下子对广大乡军将士而言 可不单单是断了财路了 那简直是断了生路 这马心仪啊,还真是一位孤臣 干净利罗粹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 整个乡军系统就被他裁撤掉了一半 整个乡军在朝廷当中的实力 一下子从势力集团的最顶端 可就跌落下来了 所以啊,单凭这一点 咱们上级那个题目就不虚 下至乡军小兵 上至曾国藩曾国权 都有可能亲手或买凶 杀了马心仪 正当着郑敦锦听到此处啊 思索的时候 这马玉珍又开口了 他说大人呢,这事还不算完呢 更凶险的还在后边呢 这郑敦锦说 这太后给令尊还有其他的旨意吗 马玉珍说有啊 这太后啊 还让我父亲去追查圣库的去向 咱们书说自此啊 还得放缝儿 咱们先得掰扯掰扯 这太平天国圣库是个什么玩意儿 哎,在这儿呢 我得事先交代一句 这咱们之下对太平天国圣库 以及天朝填补制度 所有的评论呢 都是来自于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哎,这是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的一个版本 是胡绳先生写的 您要是听了呀 不老叮嘴的 您骂奸您别骂我 您去骂老先生去 可是呢 我也得声明一点 我之所以引用先生的话呀 不是让先生啊 占我前头啊 替我扛骂 先生书中所有观点呢 我是完全认同以及赞同的 所以说呢 您要是愿意骂呢 骂我也行 那咱们就先来聊聊啊 这个圣库 这圣库啊 就是这帮长毛年匪太平军的国库 这太平天国呀 最初啊 是把全国所有的家庭这么编制的 他说呀 每二十五家编成一个基本单位 哎 这单位设一个头子 这个头叫什么呢 叫两丝马 管理这二十五户 哎 这两丝马呀 他只是一个官衔 他并不是设两个丝马 那班令的第一件事啊 就是先给你一填枣 他说了 所有的婚丧嫁娶啊 全从国库里出 你老百姓以后就不用拿钱了 但是呢 为了不让你铺张浪费 他有个限额 哎 怎么个限额呢 他说呀 如果一家结婚 那给钱一千股一百斤 天下所有人呢 都是这样 那大伙一听 就连结婚生孩子 办买月老人罚送 都有人管了 那自然是好事啊 可是啊 后话来了 这是国家给你的 你为国家得奉献点什么呢 这太平军说了 哎 这人呢 都得有田种 所以呀 把这田地均分 其实这天下最难的事啊 哎 就是分配 这太平天国 为了找到相对合理 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把这个天下的田呢 分为九等 当然了 太平军所接触的田地啊 基本上都是江南 种植稻谷的田地 这个第一等田呢 他认为两季 可以收一千二百斤 哎 这种叫做头等田 哎 咱不挨个说啊 咱再说 末等田 他认为这下下等的田地啊 啊 两季 一亩地啊 可出四百斤粮食 那咱们分地吧 给你一亩地的上上田 给他一亩地的下下田 他干吗 他不干 所以呢 分到下下田的人呢 他就得多要地 哎 多给地 他为了和这个上上田拉平啊 他给三亩 也就是说 分到上上田的得地一亩 分到下下田的得地三亩 那么问题来了 这是固定化吗 这是常态化吗 这下下田 他永远是下下田吗 上上田 永远收一千二百斤吗 这江南呢 多台风 多水患 哎 一场大风大雨下来啊 很可能 这田地的产量就有了变化 所以说 这种分田方式啊 就是理想的公有之社会的拍脑门想法 哎 关于那个二十五人一组的两司马制度啊 那就是理想的公有之社会的经济单位 还是那句话啊 这是胡生先生说的啊 我哪有这么强大的理论知识去 这天朝政府说了 哎 世间万物皆属于主 所有东西都不能用钱买 所以呢 柴米油盐酱醋茶呀 咱们都是分配制 至于这个你种出的粮食 留足口粮之外 全部要上交国库 也就是这个盛库 咱们呢 呃 不考虑这个留足口粮的问题 咱们就说说这个上交国库 也就是说呀 你身边呢 没有一点剩余价值 除了够吃以外 剩下的全是国家的 那这之后啊 涉及到的很多经济问题 社会问题 市场问题 不在咱们今天抢的范围之内 哎 我也不想在这给您穷掰吃 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啊 还是农村 咱还没说的城市 那南京城里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太平均统治出击 这南京城里曾经实行过 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南营女营 南京城内十万人被分成南营女营 也就是说什么家族社会家庭一律都没有了 把一切家庭观念打破呀 社会只有两部分 一部分叫男人 一部分叫女人 那没有家庭了 自然的所有家庭的剩余物资全部充公 那么说为了维持这个社会的延续 那还得有这个婚姻呢 还得有繁育后代呀 那怎么办呢 临时婚姻呗就是 那临时婚姻多长呢 一宿 说我原来有媳妇 我们俩想撕会行不行 不行 被执法队知道以后呢 直接就宰了 那这么做是为什么呢 直接就是给天王以及众王爷们呢 挑媳妇 十里秦怀六朝古渡 美女如云 把这女子们集中起来呀 就是方便他们挑选 这红有权呢 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媳妇 据说呀 这男王啊 查得清数的 有五十多个 所以说呢 现在呀 高喊着力挺太平天国的这群好汉们 你们想想 如果把你们一家四口 你媳妇跟你俩闺女 放回当时的南京城去 你乐意不乐意 关于这个男营女营的这事啊 咱们说起来有点多余 实际上 我想说的就是 您要知道这个圣库里有多少钱 当然了 史书所在这太平军挥霍无度 美风一王啊 必见王府 那么说这太平天国的圣库当中 到底有多少钱呢 从这个太平天国自己的记录 以及有人司机的档案当中 我们就可以查到 最高峰的时候啊 也就是咸丰五年以后 这太平天国的圣库当中 包括银二百六十三万两 银首是一百二十五万两 还有啊 就是赤金 分别啊 有这个金钉啊 金桃啊 金叶 金饼啊 哎 甭管什么形式的金子了 加到一起啊 一共是八万四千七百余两 此外呢 还有钱 三百三十五万五千余串 那换算成银子 太平天国在最鼎盛的时期 圣库中拥有财富啊 应该是四千五百万两白银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太平天国灭亡的时候 也就是说呀 乡军攻进了天津城的时候 这太平天国的圣库当中 还有多少钱 据可靠人士推算 当然了 那肯定是接触过圣库的人 说这圣库当中最起码 还有白银一千八百万两 那这不是好事吗 这大清国打了这么多年的长毛年匪 花费了无数 正好是补贴自己的国库啊 可是问题来了 这乡军攻克了南京城 打败了太平天国 慈禧太后坐在北京城当中啊 就等着点银子了 可是这曾国藩 给这两宫皇太后 同志皇爷送来的 只有两枚金印 这曾国藩说呀 我们打进了南京城之后啊 太平军一把火 把圣库以及天王府烧了 我们能抢出来 唯一叫做财富的东西 就是这俩金嘎的 我想当时的慈禧老佛 坐在这个养心殿的竹帘子后边 应该已经是哆嗦成一个个儿了 那位说是吓的吗 气的 一千八百万两银子不见了 就剩下这两枚金戈的 你们这简直啊 就是上坟烧报纸 糊弄鬼的呀 至于这太平天国的圣库里 他到底有没有一千八百万两银子 这不好下定论 但是一分没有是绝对不可能 经这个马新仪调查呀 这太平天国的将领 自攻克南京城以后 多数在自己的家乡都治了房产土地 尤其是啊 这曾国藩的兄弟曾国权 当时啊 带军打进太平天国天王府的 就是曾国权 这嘴上啊 总说银子不够花 连军饷都发不出 可是他在家乡盖的那房子呀 那简直是堪比紫禁城 那这些事 那自然都是 这马新仪上任两江之后 一点点的挖 一点点的查出来的 至于查没出查 结果呀 不知道 如果说张文祥刺杀马新仪 这件事啊 真的和这个乡军将领高层有关系 换句话说吧 就是乡军买凶杀人 或者这张文祥干脆就是乡军养的死士 那么我们就能明白了 很有可能 这马新仪确实查出了这盛库的下落 并且掌握了实际的证据 那么我还得说一句 这当然是猜测 并且呀 是说书人在书馆的猜测 跪在地下的马玉珍 马少爷 他都不敢这么猜 他敢这么猜 也不敢这么说 但是当时在屋里的两个人 一位是钦差大人郑敦锦 还有一个马新仪之子马玉珍 这两个人心里呀 都已经了然明镜似的了 这郑敦锦呢 叹了口气说 哎 孩子 是直啊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跟我说了 就不要再向别人提起了 如果真按照这条思路查下去呀 那查到些什么 你放心 我不会放弃 一定会一查到底 不过按情形说呀 肯定阻力会很大 咱们查着看吧 那最关键的现在呢 就是得为马大人证明 先除了这些贼戏子的戏 断了台上的这些流言蜚语 马玉珍听了此话 连忙倒身下拜 叩谢了钦差大人 辞别出行员 转身回到了府中 放下马玉珍不表 咱们先说郑敦锦 这钦差郑敦锦 送走了马公子之后啊 连忙召唤来了 自己身边一满一汉 两位郎中 一位郎中呢 叫严世章 另一位满郎中啊 叫伊勒通哥 他问这两个人呢 和咱们一起会神此案的 曾国藩曾大人 到江陵了吗 这严世章联盟打个圈道啊 说回大人 早来了 听说呀 这曾国藩曾大人 和咱们脚前脚后 比咱们呀 可能还早到一两天呢 已然在总督衙门当中 做了交接 现在这两江总督 已然不是这 魁豫将军代理了 曾国藩大人呢 已经还任了两江总督 那都是副审的钦差 他怎么不联系咱们呢 这严世章说呀 人家这总督府啊 来打过招呼了 人家说这钦差大人 郑敦锦呢 是刑部主事 正在呀 彻查一审的审理情况 这会儿啊 曾大人不便插手 等您呢查问清楚 或者是三堂会审 或者是呢 一同商议案情 无论是您到总督府 还是曾大人来的 咱们钦差行员 都听您的 这郑敦锦冷笑一声说呀 嘿 这侯爷呀 倒是还挺好说话 咱们呀 得见见这位两江总督了 最起码 得让他两江总督下狱 让上海道 抄了这些 乱编戏文的戏造 并且一定要查清 谁在背后 主使这帮戏子 编写演出这种戏文 这件事情 咱们干不方便 必须让他两江总督干 其实啊 这曾总督 接到这个总督的调任呢 比咱们接到 清差的调任早多了 不知道为什么呀 他总是迟迟的 不肯来江陵上任 总是说呀 这天津的教案 还没处理完 这教案 有这么麻烦吗 这伊勒通俄说呀 我倒是听部里的同僚 聊起过这天津教案 听说很棘手 据说天津教堂里边的 法国传教士啊 吃了孩子了 请不吝点赞录